注意看,窗户外有位不速之客,屋主走上前后发现,原来这家伙是自己半年前救过的雕骚,他嘴里正叼着一封信件,主人打开窗户后,雕骚一本正经的样子,真把自己当成游地云了呢,屋主拿住信件,雕骚还很不情愿,你还没得小费呢,给点吃的也行啊,让他伤透心的是,屋主转身就把窗户关住了,也不请人家进屋坐坐,女主看了下信件,没想到还真是自己的。 第二天一早,雕骚又来了,他嘴里好像又叼着封信,屋主很懵圈,怎么这家伙还真成了游地云了呢,是不是信哥被抓住吃了,他跑来冒充啊,屋主打开窗户后,雕骚还是一动不动,于是伸手接过他嘴里的纸张,奇怪的是就一张白纸,然而这次雕骚态度变了,他紧紧咬住纸张,看来因为昨天的快递费没给,这次他开始变聪明了,必须先付钱,再给屋主信件。 他生气地瞪着女主,也不肯松嘴,给点食物吧,屋主有点铁石心肠,一把抢过了白纸,然后转身就关紧了窗户,雕骚都看傻眼了,这还有没有天理啊。 然而有趣的是,这根本不是信件,就是另外一面带有蚊子的纸张,雕骚一脸不服气,这家伙应该就是来骗食物的。 结果吃了闭门羹,事后屋主从监控中发现,雕骚大摇大摆闯进屋内,似乎是在寻找食物,屋主不想给,是想让他适应野外环境的生活,靠自己去捕猎寻找吃的。 没想到这家伙还赖上屋主了,但屋主决定不给任何东西,要让他回归大自然。 请订阅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